我問我的愛有什麼錯 我問我愛你有什麼錯 其實突然是一個感覺 就是那種解放的 啪就去這個感覺 OK 鞭湯 回過來 很好很好 大概一人三次就這樣 好不好 好 我們就對著 好 OK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醞釀那些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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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给我伤害太多 谢谢你陪我做过美梦 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 我对你的爱从没有错 当初的时候收到这首歌 大概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情 那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旋律 本身demo就让我很有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就好不犹豫的 立刻把它收下来 那重复了一句聆听 就一直去感受这首歌 应该有的感觉跟故事 在发想词的时候 那个故事就是 是从一个很大的爱情观里面 然后去把它浓缩到非常地私人 浓缩到每一个人都会经理爱 到底有没有错这件事情 我该爱还是不该爱 所以那时候觉得好像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自己觉得好像很适合的爱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又犯了错 那到底是不是应该去爱 它针对的其实是每个女生一定都有经历过我一模一样的心情 所以这首词还有整个编曲 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跟你们一样都经历过到底爱有没有错 然后对这人的爱是不是有错 或是自己是不是犯错 不应该爱 但是还是最终 这首歌希望大家还是要去爱 勇敢地去爱 就是你对他爱觉得没有错 但是不见得结果是我们想要的 当初在唱爱没有错的时候 柯桂敏老师制作的人 跟我原本练习想唱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其实录音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刚好那时候脚伤 脚痛得非常严重 所以我练了好几个乐的方式跟表情 声音 表字 全部东西都不可以都不OK 然后自己也觉得很糟糕 就是就是不对 所以就变成今年 那今年录的时候 我们全部唱都是用一个我们要的感觉 结果柯老师全改 改成他要的感觉 他要的沧桑感 跟声音那个洪亮的那个后面的厚度 以及要有点歇斯底里的那种发音表情的感觉 还有本来我要唱很圆润的声音 他都不要 他都是要有点死里的 然后有点无助的尖叫的 恪求被救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回到很空灵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没有错 但是其实自己好像有点疯了的感觉 这首歌就是当然词就是我一起发想这样子 然后从我身上的故事跟我看到的一些故事 大家去发想出来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录完一首歌都觉得哪里少了什么 好像可以更好 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重点它是很真实的 它是很有感情的在里面 然后它真的是用爱去唱 身体的状态是非常的不OK 因为连续工作很多天 然后我自己本身款关节也还没好完全好 因为从受伤 受伤是去年六月多到现在 我没有走用腿用这么多过 然后走这么多的路 也要穿高跟鞋拍照 也要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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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个人是体力透支 然后全身无力灵魂出窍 双脚痛 止痛要吃了大概十倍 所以觉得自己有点在胡言乱语 但是就是尽全力 都累啊 但是可是值得的 每次都是这样子啊 做完就觉得很值得 在做的时候 做这些人就觉得很想揍人这样子 还没开机的时候就是这样 一开机就这样 就是马上恢复 那加上因为我脸之前的伤 我的收养的流浪犬要伤 所以有些表情就是脸 有边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还有很多疤痕 所以自己就是在拍 还会自己尽量去避一些角度 尽量就是 那跟后期有一些漂亮的表情 可能要再去修这个疤 今天很顺利很顺利 很开心 而且好久没有拍音乐视频 所以觉得真的很开心 好 手动 耶 好 谢谢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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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doctoral